但在轉了一個彎之後,我們又可以在岩石上行走,而在轉了第二個彎之後,我們便停了下來。 在我們前面,出現了燈光。 我們立即縮了回來,我和納以信先生,探頭向前面望去,一時之間,我們弄不清楚我們所看到的情境,是真是幻。 只見有兩盞約有一百支光的電燈泡,掛在石壁之上。 在燈光的照耀之下,我們看到了三個人。 那三個人都是年輕人,但是他們的頭髮和胡衰之長,就像是深山野人。 其中一個,似著一柄風稿,正在石壁上開洞。 在一塊岩石之上,凌亂地堆著餘下的物是,三條草綠色的厚毛煎,許多罐頭食物,一紙大箱,幾紙水杯,或一紙正在燃燒著的酒精爐子,爐子上在燒咖啡。 照這些東西的情形來看,那三個人像是長時期以來,都住在這個岩洞之中的一樣, 這也許是他們三人的面色看來如此蒼白的原因。 我和納以信兩人,都不敢呆了。 我們實在無法猜得出那三個年輕人是什麽樣人。 如果說他們是月神會中的人,在這個岩洞中進行著雜摩工程,那麽,他們三個人又何必睡在這里,生活在這里呢? 要在這讓陰暗潮濕冰冷的水上岩洞中過日子,是須要有著在地獄中生活的勇氣的。 但如果說他們不是月神會的人,那麽發電機、風稿,以及那麽多的物品,是怎麽混進來的? 他又在這里作雜摩?我和納以信兩人看了好一回,納以信低聲問我道,你看他們在話的那個洞,是做什麽用的? 我早已看出,那象是用來放炸藥的,因此我便這樣回答了。 納以信先生是兵工學專家,他自然要給我明白,他怎麽了點頭,道,不錯,是用來埋炸藥的,但這個洞,以足可以藏下炸毀半個山頭的炸藥了。 他們還在繼續挖掘,究竟他們要炸什麽呢?我道,那只有去問他們了。 我那句話才一出口,便一步跨向前去,轉過了那個石角,手持我的手槍,大叫道,哈羅,朋友們,舉起你們的手來。 那三個人斗地呆住了,那個持著風稿的人,甚至忘記關上風稿,以致他的身子,隨著風稿的震動而發著斗,我建議控制了局面,便向前走去。 可時,我才走出一步,其中一人,身子突然一矮。在他身子一矮之際,已有一柄七寸來長的匕首,向我侄飛了過來。 那時,我離開他們只不過幾步遠近。那病備手來得那麼突然,我想要避開,除非我肯跳入水中,否則已經來不及了。 但是,我又不願在三人面前示藥,幸而那病備手是奔向我面門射來的,我投掠一篇,一張口,猛地一咬,已將那病備手,以牙齒咬住。 備手的尖端,刺入我的口中,若有半寸,不要說旁觀的人諧言,老實說,連我自己,也出了一身冷汗。 這病備手沒有能傷到我,反倒有好處,因爲我知道這三人絕不是月神會中的人。 因爲,他們如果是月神會中的人,一見到有人闖了進來,一定會大聲喝問是什麽人, 而絕不會驚慌失措到這一地步,立即放飛到的。 我一身手,握住了那病備手,又道,朋友們,不要誤會,我們是從月神會總暴徒出來的, 躲進這里來的,你們是什麽人。 那三人互望了一眼,面上現出了大事不信的神識。 納爾遜先生這時,向前跨出了幾步,以他拼不十分純正的日語,大聲問道,你們想在者你做什麽? 你們想犯有史以來最大的謀殺按摩?你們可視犯罪狂? 我們轉過了石角之後,已更可以肯定那三個人在岩石上打動,是為了藏炸藥的了。 因爲我們已看到了約莫八十條烈性炸藥,TNT,遠程控制的爆炸器。 那種烈性炸藥的威力,是少據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的,而這三人竟準備了八十條之多,難怪納爾遜先生要這樣問他們了。 那三人臉色變得慘白,他們相互望了一眼,閉上眼睛,道,願了,願了,我們盡了這樣大的努力,竟也不能消滅惡魔,這也許是天意了。 我和納爾遜先生兩人,聽了那三人的話,心中又不禁一奇。 聽他們的談吐,那三人似乎都是知識青年,但他們卻在這里,從事如此可報的勾當,這其中究竟有著什麼隱備呢? 納爾遜先生來到了那一大商烈性炸藥之旁,看了一眼,亨地一聲,道,去年美軍軍營失洩的大批炸藥,原來是給你們偷來了。 那三人爭開眼來,道,不錯,正是我們。 他們向水中指了指,道,沉在水中的發電機,也是美軍的物資。 納爾遜先生的聲音,便得十分嚴厲,道,你們究竟想作什麼? 那三人中的一個道,你們是什麽人? 我們憑什麽要向你們說。 納爾遜先生道,我是國際警察部隊的遠東總監。 這是一個十分嚴厲人的衝突,他這時說了出來,自然一定以為可以將眼前這幾個年輕人震著的。 怎知三人一聽,突然哈哈大笑起來。 其中一個道,國際警察部隊,可視負責產除世界上所有犯罪行為的嗎? 那年輕人的語音之中,充滿了嘲弄。 但視納爾遜卻正式道,那是我們的責任。 那年輕人又忠聲大笑起來,手向上指了一指,道,就在你的頭頂上,有著世上一切罪惡的根源。 你為什麽不切法剷除? 我和納爾遜先生兩人,一聽到他的這句話,便知道他所說的是什麽意思了。 同時,我們也有些明白這三個人是在做什麽了。 他們所指的罪惡的根源,自然是指月神會的總部而言。 而我們已可以肯定,從這個岩洞上去,一定是月神會的總部,而這三人想在這里埋上炸藥,製造一次爆炸,自然是想將月神會的總部整個炸掉。 這是何等樣的壯舉? 我心中立即為那三人,喝起采來。 我大聲道,好,你們繼續乾白。 納爾遜先生大聲道,不行,這是犯罪的行為。 我立即道,以一次的犯罪行為,來制止千脈次的犯罪行為,為什麽不行。 納爾遜先生轉向我,是誰給你們以犯罪制止犯罪的權利? 我絕不甘心疏口,立即道,先生,那麽又是誰附於你這樣權利的呢? 你是人,他們是人,你們都不願見到有犯罪的行為。 所以你們都在做著,為什麽你能?他們便不能。 我這一番話,多少說得有些強詞奪理,但納爾遜一時之間卻也搏不倒我。 那三個年輕人想事想不到我們竟會爭了起來,而且我又完全站在他們一面。 他們三人,互望了一眼,其中一個,走前一步,向我深深地谷了一功,道,我們感謝各下的支持,但我們卻同意那位先生的見解。 我們是在犯大罪,但我們早已決定,在爆炸發生時,我們不出癌凍,和惡魔同歸於盡,這大概可以使賊我們本身的罪了。 我和納爾遜兩人,聽得那年輕人如此說法,不禁悚然動容。 我連忙大聲道,只有傻瓜才會這樣做。 那年輕人卻拼不回答我,道,我們所要求二位的事,絕不要將在者你看到的一切,向愛人提起一致,以防愛我們的行動。 我望道,你們做得很好,但你們絕不必和月神會總部,同歸於盡。 那三人一起搖頭,道,我們三個,是知同道合的人。 我們一家,全都死在月神會兇徒之手。 我們猜測了一年多,才想出這樣一個報仇的辦法來,而我們如今還活著,只不過是為了報仇,等到報了仇之後,我們活著還為了什麽? 這是可怕的想法,也許只有日本人受無視度精神的影響,究竟太深了一切。 我老實不客氣地對納爾遜先生道,先生,這三位年輕人所從事的,是極其神聖的工作。 你不是不知道月神會非但在日本,而且在遠東地區的犯罪行為,但你們做了些什麽? 正因爲我和納爾遜已是生死相交的好朋友,所以我才能這樣毫不客氣地數說他。 納爾遜先生嘆了一口氣,道,我覺得得慚愧。 那三人高興道,那你們已決定為我們保守秘密了。 我點頭道,自然,但我建議你們三人之中,應該有一個在岩洞口望風,而且,你們大可不必。 那三個年輕人不等我講完,便道,你的好意,我們知道了。 我自然沒有法子再向下說去,我一拉方天,向納爾遜先生招了招手,道,我們退出去吧。 那三人中的一個道,以,你們不是要逃避月神會的最沉默。 我道,是呀!那人道,可是你們退出去,卻是月神會的水域,原著月神會的總部,成一個半月形,是布有水雷的。 我道,我們知道,但還有什麼辦法嗎? 那年輕人突然笑了起來,指了指堆在石上的東西,道,這一些東西,你們以為我們是通過水雷陣而混進來的嗎? 我聽出他話中有恩,心內不敢大喜,望道,莫非還有其他的出路嗎? 那年輕人道,不錯,那是我們化了幾個月的功夫發現的。 我們三人一聽,心中的高興,自然是難以言喻,望道,怎麽走法? 那年輕人道,哪條通道,全是水道,有的地方,人要伏在船上,才能通過去。 你們向前去,便可以發現一紙小船,在停著小船的地方起,便有發光七造下的記號,循著記號蛙船。 你們便可以在水雷陣之外,到了大海。 但利月神會的總部仍然懇近,你們要小心。 我望道,那小船。 可時,哪年輕人已知道了我的意思,道,不必為小船擔心了,我們至多還有兩天工作,便可以完成了。 現在,我們已為即將成功而興奮得雜摩也吃不下,不須要再補充食物,小船也沒有用了。 這三個年輕人,竟然存下了必死之心。 我和納爾信兩人,不再說雜摩,一直不出聲的荒天。 這時突然踏前一步,道,你們是我所見到最勇敢的三個地球人,在我回到土星之後,一定向我的同類提起你們來。 那三個人一精,突然笑了起來,道,先生,你是我們所見到的最幽默的土星人。 他們在土星人三字之上,家從了語氣,顯然他們絕不信荒天是土星人。 荒天也不再說雜摩,我們三人,向前走去,只聽得身後,又傳來紮紮風稿聲,他們又在開始工作了。 納爾信先生轉身望了幾眼,道,為,你說得對,剛才我是錯了。 我嘆了口氣道,我們竟未問這三人的名字,但是我相信他們不肯說的。 納爾信道,這三人不但勇敢,而且要有絕大的毅力。 納爾信道,在美軍軍營中偷裂性炸藥。 納爾信道,又豈是容易的事。 納爾信道,他們還要有極高的智力才行。 納爾信道,我們說著,已向前走出了二十來馬,果然看得,在一個綠幽幽的箭咀之旁,我們三個人上了小木船,已是十分裂了。 納爾信道,我們取起船上的掌,向前挖去,一路之上,都有箭咀指路,在黑暗中曲曲折折,若莫挖了一個來小時,有幾處地力。 納爾信道,我們必須苦伏在船底,才能通向前去。 納爾信道,我們已可以看得前面處有光線透了盡來。 納爾信道,不多久,小船出了岩洞,已到了海面之上。 納爾信道,我們三人,都深深地吸了一口氣。 納爾信道,方天在吸了一口氣之後,有一件事,或許我不該提起。 納爾信道,我心中也有著一件利題。 納爾信道,我知道你們所想的是什麼,因為我也在為這件事而困擾著。 納爾信道,左左木桂子。 他們兩人也齊聲道,左左木桂子。 我們三人互望了一眼,接下來的便是沉默。 我們都知道,左左木桂子在月神會的總部之中。 而三天之內,月神會的總部便會遭到致命的爆炸。 按照那三個年輕人挖掘的那個大洞,和他們所準備的烈性炸藥看來,那爆炸不發生質疑,一發生的話,月神會總部,可能連一塊完整的磚頭都找不到。 當然,這時,連納爾信先生也已經默認了月神會總部那些人,是死有如故的,但是左左木桂子,卻完全是無故的。 他被月神會所困,自然絕無理由成為月神會總部的陪激。 但是我們三個人固然都知道這一點,卻又沒有出聲的原因,那是因為我們心中,同時都想著,如何再救他出來呢? 方天自己本身,他還是剛被我們救出來的人,雖然他來自土星,自衛凌駕於任何地球人之上,但是這卻拼不是想的事情,而是要去做的,方天自然不會有辦法。 而我和納爾信兩人,所經歷的冒險生活雖然多,但回想起剛才,在月神會總部,將方天救出來的情形時,心中仍是十分害怕。 而且,若是再要闖進月神會的總部去救人,那不是有沒有勇氣的問題,而是根本無法做到的事。 我們三人之間的沉默持續著,方天雙手突然誤住了臉,道,我慘愧,我,對答救貴子,竟一點辦法也沒有。 納爾信嘆嘆了一口氣,摸著下應該提去的短支,我昂首向天,呆了片刻,道,貴子不知是不是能夠離開月神會的總部。 納爾信望著我,道,你這話是什麽意思? 我自己也覺得,因爲我想得十分亂,所以講出話來,也使人難懂。 我補充道,我的意思是,就算在月神會頭目的監視之下,只要使貴子在這三天中,利開月神會總部,那麽他就不會再爆炸終身死了。 納爾信先生嘆嘆道,我想不出有什麽辦法來。 我也想不出辦法,我們三人,已經利船上岸了,但是仍然沒有人講話,尤其是方天,更是誰投喪氣。 我們在崎嶇不平的路上,慢慢地走著,糾然之間,方天昂起頭來。 他的面上,焰出了極其蟹然的神色,眼球幾乎登得要突出眼腔來,他的面色,也變成了青藍色。 他本來是望天空的,但是他的頭部,卻在向右移動,像是他正在錦丁著空中移動的一件物體一樣。 我和納爾信兩人,都為他這種詭異的舉動,弄得莫名其妙,我們也一起抬頭向上看去。 天色十分陰霾,天上除了深灰色的雲層之外,可以說絕無一物。 但是方天的頭部,卻在環繼續向右轉。 右邊正是月神會的總部,那古堡建築所在的方向。 我忍不住重重地在方天的肩頭上拍了一下,道,你看閘魔。 方天面上的神色,仍是那樣蟹然,道,他去了,他去了。 我大聲道,雜魔人去了,誰? 方天道,他道月神會總部去了,他獲學醫獨奸。 這不是我第一次聽到那五個字了。 那五個字究竟代表著雜魔,我一直在懷疑著。 而當方天在這時候,計他那種怪異的舉動,又說出這五個字來時,我的耐性,也到了了頂點。 我尋聲道,方天,那五個字,究竟是什麽意思? 方天低下頭來,向納爾遜先生望了一眼。 我立即道,方天,納爾遜先生已經知道你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人。 這一點,絕不是我告訴他,而是他自己推論出來。 在片刻之間,方天的臉色便得十分難看,但事不到一分鐘,他便嘆了一口氣。 道,就算納爾遜先生不知道,我也準備向他說了。 我知道,那是納爾遜和我一齊,冒著性命危險去救他,使他受了感動之鼓。 納爾遜先生顯然也對方天怪異的舉動,有著極度的而說,他忙到,你剛才看到了了什麽? 是納爾遜先生向月神會總部去了。 方天想了一想,道,那,不是納爾遜,他苦笑了一下。 我早和為斯里說過,這件事,地球人士根本絕無概念,絕不能明智的,而且我也十分難以用地球上的任何語言,確切地形容出來。 我苦笑道,我們又不通土星上的語言,你就免為其難罷。 方天又想了片刻,才道,你們地球人,直到如今為止,對於最普通的疾病,雙風,仍然沒有辦法對付。 那是由於感染雙風的是一種細小到連顯微鏡也看不到的過濾性病毒。 我不得不打斷方天的話頭,道,和雙風過濾性病毒,有什麽關係? 方天抱歉地笑了一笑,道,我必須從此理說起,地球人染上了雙風,便會不舒服。 大雙風甚至於還可以使人喪生,但是過濾性病毒需少,還是有這樣的一件物體存在著的。 然而,在土星的衛星上,所得有的,那被土星人稱之為獲學醫毒間的東西,實際上絕沒有這樣一件物體的存在。 我和納爾信先生兩人,愈輕愈糊塗。 方天則繼續地道,那類似一種腦電波縮忽而來,縮忽而去,但是他一侵入人的腦部,便代替了人的腦細胞的原來活動,哪個人還活著,但已不再是哪個人,而變成了侵入他體內的鑊殼。 學醫獨間。 我和納爾信先生兩人,漸漸有點明白了,我們兩人,同時感到汗無直暑。 我演下了一口口水,道,你的意思是,那只是一種思想。 方天道,可以那摩說,那只是一種飄忽來去的思想,但是卻能使人死亡,木村信工程師便是那樣,他其實早已死了,但是他卻還像常人一樣的生活著,直到或學醫毒間離開了他,他才停止了呼吸。 納爾信先生輕輕地碰著我。我明白納爾信的意思,納爾信時在問我,方天是不是一個風子?我則沒有這樣的想法,因為木村信的情形,我是親眼見到的。 方天嘆了一口氣道,科學的發展,並不一定會給發展科學的高級生物帶來幸福,在土星上,就有這樣的例子了。 我問道,你的話是什麽意思? 方天道,土星人本來絕不知道就在自己的衛星上,有著那麽可怕的東西的,因為土星之外,有著一個充滿著類似電子的電力層,阻止了或學醫毒間的來往。 當時,當土星人發射了第一手太空船到衛星,而太空船又回到了土星上,整個土星的人,寬藤若狂,慶祝成功之際,或學醫毒間也到了土星上。 一 Rey bob Papáli Påir margin Termini開,連幾年之下,串盛聯作投 imploring products,餵獲醫毒間是土星上的人口,減少了三分之一,科學家放棄了一切,研究著人們離奇死亡的原因。 隔壁發展,店主 aristhaiI yeren Tzu Le ellaug О dog aynı völlig中的原因,這才發現是哪有eland是 jakie不是一回事? 我吸了 structured? 方天道。 方天道。 Nat Deltaша 。 我不錯! 土星的七個國家,合力以強力帶有洋電子的電,衝擊衛星,使得衛星上的鑊殼依毒間消失, 但是正像地球人不能消滅病菌一樣,已經傳入了土星的,我們只可預防。 我想起了方天和我一起到宮庵去見木村時,給我帶的哪個透明的頭罩,道,哪透明的頭罩,便是預防的東西嗎? 方天道,是哪種頭罩,能不斷地放射洋電子,使鑊殼依毒間不能侵入,就像地球人一出世便要種卡戒苗一樣,土星人一出世便要帶上這樣的頭罩,直到他死為止。 1986年案,卡戒苗是預防肺結核病的,不知什麼時候開始,已經不必再注射了。 方天府笑道,這可能是我們的太空船帶來的。 納爾遜先生,這是地球人真正的危機。 納爾遜先生,還不十分注意,道,為什麽? 方天道,像細菌一樣,鑊殼依毒間是會分裂的,而且分裂得十分快。 但必須在他侵入人腦之後,就算我們太空船帶來的,只是一個能侵入人腦的鑊殼依毒間。 但經過了這許多年,已經分裂成為多少,我也無法估計了。 我失聲道,這樣下去,地球人豈不是全要死光了嗎? 方天道,或則沒有一個人死,但是所有的人,已不再是他自己,只是獲學依毒間。 我的心中,又犯起了一股寒意,納爾遜先生的臉色,也為之一變。 方天道,或則事情沒有那麼嚴重。 獲學依毒間在侵入土星人的腦子之後,因為和土星人腦電波發生作用,所以當離開的時候,原來的一個,便分裂為兩個。 我連忙到,你的意思是,地球人的腦電波若,那麼他便不能分裂為二,來來去去只是一個。 方天道,也有可能,如果是這樣的,那麼地球上只不過多了一個來無影去無蹤的空手而以。 獲學依毒間並不是經常調換他的寄生體的,那為禍環不至於太大。 我以守家雅、道,但願如此。 在聽了如此利奇而不可思以的罪術之後,我忽然發覺自己,便得神經則起來了。 納爾遜先生道,方先生,哪種東西在空中移動的時候,你看得到嗎? 方天搖頭道,事實上,根本沒有東西,只是一種思想,我怎能看得到? 我只不過是感覺到疑義。 祂是向月神會總部去了,我感覺到,祂便是離開了木村信的那個。 如今,當然又是去找新的寄生體去了。 我和納爾遜先生,互望了一眼。 我我們的心中,有著相同的感覺。 那便是,方天雖然以盡他所能地在善息著或學依毒間是怎麼一回事。 但是我和納爾遜這兩個地球人,確如祂所說,是沒有法止接受這樣一件怪誕的事的。 方天顯然也看出了這一點,祂攤了攤手,道,我只能這樣解釋了。 我道,我們多少已有些明白了。 我們一面說,一面仍在向前走,這時,已上了公路了。 由於月神會總部,是建築在臨海的懸崖之上的,所以,我們到了平坦的公路上,回頭再向月神會總部所在的方向望去,反而可以看得到,那座灰色的,古堡上的。 高型的建築,正聖立在岩石上。 方天轉過頭去,望著遙遠的月神會,面部肌肉,等硬得如同石頭一樣,我和納爾遜兩人,都不知道祂在做什麼。 方天的古怪玩意人,實在太多了,問不聲問,我們本來,也不准被問祂。 可時,祂維持著那種怪異的情形實在太久了,以我們三人的衣服還是濕的,就這樣呆在公路旁上,月神會中的人來來往往,一被發現,便是天大的麻煩,使得我們不能不問。 我推了推方天,道,你又在做什麼。 方天的面色,十分嚴肅,以致他的聲音,也在微微發展,道,我覺得,有人在欺騙我們。 我推了一經,道,襲摩人。 方天道,那三個年輕人。 納爾遜先生連亡地道,他們欺騙了我們襲摩。 方天又呆了片刻,突然跳了起來,大聲道,不是三天之後,而是現在。 現在。 他一面大叫,一面伸子向前,則奔了出去。 我和納爾遜先生,在一時之間,患不明白方天是在怪叫什麼。 但我們立即明白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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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